各位好 第二数页是理解题 我先来朗读这篇课文 童年的问号 童年是一首歌 童年是一幅画 童年还是一串长长的问号 有个英国男孩 名叫牛顿 他看见苹果从树上掉下来 便思考 苹果为什么落到地上 而不是飞向天空呢 还有一个英国男孩 名叫瓦特 他看见水烧开了 胡盖不停地上下跳动 就好奇地问姑妈 胡盖为什么会跳舞 古时候 中国有个名叫张恒的小男孩 常常望着夜空 边数边问 天上到底有多少颗星星 孩童就这样在问号中长大了 后来 牛顿 瓦特 和张恒 都成了有名的科学家 第一道题 课文中的作者如何形容童年 第一道题的答案呢 直接可以在课文中的第一段找到 作者是如此形容童年的 童年是一首歌 童年是一幅画 童年还是一串长长的问号 来 这个就是答案了 我们来看看第二道题 根据课文配一配 连一连 各位 我们来看看课文中的三位主要人物 常常都在做什么呢 看完之后 大家来给第二题做配对 非常简单 第三题 根据课文 牛顿 瓦特 和张恒 有什么共同点 请在正确的答案旁 打勾 各位 从课文中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牛顿 瓦特 和张恒 都有满满的好奇心 喜欢问问题 喜欢探究 最后 他们都成了有名的 伟大的科学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